不如我們現在先玩個遊戲吧 你見到前面正中有粒糖 首先我會將粒糖放在黑色的碗裡 然後我們會轉換不停地動 最後請大家猜猜最後那粒糖究竟放在哪裡 好 我們開始 先猜猜一下 究竟那粒糖在哪裡 我猜猜在這裡 先看看 好厲害 但是除此之外 你有沒有發現有三種很特別的東西發生了 有東西發生過嗎 不是只是粒糖在哪裡嗎 當然不是 Lavan 你知道嗎 如果我看到的話 剛才在鏡頭面出現過一隻這樣的企鵝 而且那個Cups的顏色也不同了 還有剛才是有第五隻手出現的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嗎 是啊 好啊 Lavan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是因為之前學過心理學 所以才會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是啊 厲害了 雖然你現在升了大學 但是你仍然記得我上課教過你的東西 Lavan 你剛才很厲害 那三個不同的變化 你都觀察到 是啊 因為我之前學完 大學的時候有學過任何內容 是啊 記不記得是我教你的 其實心理學真的應用好講的 心理學其實就是研究人的行為 包括譬如我們的思想模式 我們的記憶系統 成長背景等等 怎樣影響到我們今天中的行為 做一些的決定等等 現在你又不是讀心理學 你就去了成大那裏 升讀社工 那首先恭喜你 那你知不知道 你那一屆的同學 其實去了哪裏讀書 據我所知 他們都去很多不同的法則讀書 都會進入八大UGC 包括可能中大、港大的心理學 社會學 也都有入到老年學 還有一些性別研究 政治研究等等的課程 是啊 我們大部份的同學 都會去社會科學院 不過你知不知道 其實你那屆的同學 都有些是選擇去醫護界的 譬如去職業治療 還有一些是讀護理 又或者是精神護士的課程 還有在之前一屆 還有一些司令司者 他們其實去了讀雙科 工商管理學院 就讀人力支援 然後是管理 或者甚至讀藏務 有些同學 就很喜歡小朋友 就選擇去做武師 去到教育學院那裏讀書 問到你的問題 你身邊也有不少同學 升學 升了入八大 你知不知道 我們那個升學率是多高的 雖然我知道 很多人都有升學途徑 但是 我猜應該是多高的 雖然我不知道 只知道我確實的數字 嗯 Sharon 你呢 你猜一下 我猜 我猜 我猜可能 五成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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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 不止 那麼少 放膽點去猜 放膽點 80 差不多了 81.3 其實大約有67% 升回入八大 是啊 都真的挺高 比我想像中高 是啊 都不錯 所以我們的升學率 那其實 Maven 你那屆的同學 你有沒有跟他們聯絡 有的 他們在一兩年 就開始讀SARCO 即將面臨畢業的問題 他們都在想 到底讀完SARCO 到底可以做些什麼呢 所以想問一下 Jane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給他們 嗯 其實就業方面 讀心理學的同學 我想大部分讀的 可能都對 做臨床心理學家 這樣有興趣 其實除了做臨床心理學家之外 還有教育心理學家 都是很多人有興趣的一個行業 如果你說喜歡做心理學家 我們其實還有 輔導心理學家 還有一個叫做工業級組織心理學家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可以做這些心理學家 這樣嗎 Jane 聽你這樣說 其實本身做這些心理學家 聽起來都好像很困難 都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如果要做這些心理學家 起碼都要讀完碩士學位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同學 可能想著讀完大學之後 都出來做一下事先的 如果你打算這樣的話 其實那個出路都可以很廣的 例如 我們有一些同學救生 出來之後 就會去一些中小學 幼稚園 或者特殊學校 做一些教學助理 他們除了做教學助理之外 又可能會去一些大公司 做人力資源部的工作 或者去一些非牟利的機構服務 有些就會去一些市場推廣研究的地方 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有些甚至會投考一些紀律部隊 例如海關、入境處、消防等都有 哦 聽起來出路都挺廣的 尤其我們經常都以為 讀完完大學後 就只能做到心理學家 其實都不是的 還有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讀AT的同學 都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好 因為他們讀AP的時候 他們在我們學校 有很多機會 可以給他們 可以申請到這個獎學金 我們學校 都有很多獎學金 可以給他們申請到 例如 我們學校 會有機會給他們申請到 教育部 即EDB 給到出來的一些獎學金 又有我們自己學校 UOWCHK的一些獎學金 以及其他人士頒發的一些獎學金 你知不知道 譬如上一年 我們有多少同學 可以獲得獎學金 嗯 嗯 那我呢 那我呢 上一年都拿了150元的 書券幾間 那我就猜10個 10個 10個 10個呢 那你就太低估了 還有150元的書券 就不是獎學金 那 那 其實就 你有半本 那我猜 如果正式獎學金 應該會有20個 20個就更棒 那 其實以上年為例 我們有28個同學 是拿到 以上我所說的 有教育局 和我們學校自己的獎學金 我們自己學校班的獎學金 那 總數都有30萬 那 那除了錢之外 最好呢 就是同學 也都可以將這些 得到的獎項 等籠去歷歷上面 那就可以幫到他們 再穩工 和再升學 哦 那說起這件事呢 我之前參加過 《國有關心一線》的 計劃人 那如果我寫這個 義工服務的經驗 在我的歷歷裡面 其實會不會對於 升學 和穩工 其實都會有幫助的 那當然可以了 其實我也有參加過 《國有關心一線》 我覺得那個 經驗真的很有趣 還有 也很有意義 其實除了《關心一線》之外 我也參加了 一個是幫助一個 有自閉傾向的小朋友 去訓練他們 一個社交能力的 一個社交小組 那其實在這個 體驗裡面 我真的第一次可以親身 很近地去和一些 有精神問題 健康問題的人交流 然後其實第一課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本身是 很難接近 和很難去融入他們 但是 隨著我越來越了解他們 深入了 去做階段的次數多了 然後我就慢慢地發佈 其實他們 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樣 其實內心都是很天真 很活潑 很可愛的 只不過是 可能他們在外面 就好像有一個 帶有少許刺的盾 在外面保護著他們 所以才會令到外界 對他們普遍都會有些誤解 而且其實 平時在書裡面 我心理學的 概念 或者 theories 我都學得多 例如說是輔導技巧 但其實真的實際 要 apply 下去 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是一件 很有挑戰性的事 我覺得 你剛才說到關於 skills 或者精神健康問題的人 在我那時做關心的事情 都遇到不少 他們會有很多 長期的服務使用者 會跟你說很多關於他們的心思 他們平時常生活面對的情境 難題 狀況 有些什麼症狀 其實對於無論是讀心理 或者是對心理學有興趣的人 他們都可以在這個program 這個研究方面 其實學到關於很多 真實會面對的心理問題 這些情況 還有另一方面 就是參加這個研究program 之前 他會叫他參加一個工作方案 在那個時候 其實就會學到很多關於 即是叫做輔導的技巧 到底有什麼一定要注意的 有什麼方法才可以幫助 服務使用者 去找到他們 當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些人只是他們自己 都未必可能想到的 其實我們的院校 我們都幫助同學 去到有很多本地的交流 即不是交流的 本地的實習 令到你們可以學以致勇 但是海外呢 Layvon 你可不可以 我知道你之前 曾經去過美國 做交換生 在一個生活的時間 四個星期 你可以說一說你的經驗 沒錯 那時候 我那時候去美國的 就是在一個近 芝阿哥的地方 就叫做Erica 在那裏 就過了一個 叫做Study Ablog的program 我那時候就主要在那裏 有讀社會心理學 我覺得最主要在那裏 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在那裏的學習風氣 以及教育的模式 是可以跟香港很不同的 即是會有很多的機會 去做一些關於心理的社會實驗 到底那個第一印象是怎樣呢 即是那時候就試過 我們男扮女裝 女扮男裝 一起去超級時間買東西 那到底人家有沒有光 人家會怎樣想我們呢 那這個過程也很有趣的 而且也有一個是 如果你跟一個陌生人 眼睛太近 那對方到底會怎樣想呢 對方的那時候 反應也會怎樣 全部都很有趣的 不過當中一個比較深刻的 就是那時候 在美國的教授 又帶到我們去 美國當地裡面的監獄參觀 即是可以在裡面看到 那些犯人在裡面怎樣 其實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不過除了這些之外 除了一些比較學習目的的事情之外 其實我想去這些專程 其實都會想 見識多一些想玩一下 其實那裡都有很多機會 我們就認識到那裡的 一些地區的家庭 他們全部都很好的人 都會帶我們去教會 出去玩 出去吃東西 出去開家庭的派對 也都在那裡過了一個 美國獨立日 就看了很多花車 煙花等等 其實全部都感受很深的這些東西 那 除此之外 其實對於我們 回到香港 其實都會有一個狀態 我們去完之後 都可以做到那個 credit transfer 那在第二年 其實可以讀少了一些東西 就會減輕了那個工作量 是啊 真的 剛才聽你講 其實雖然 你在我們這裡讀 讀副學士兩年 但是真的很豐富 你的行員生活 除了讀書之外 都會有很多不同層面 在本地 在海外 的一些交流 一些的體驗 等等 如果大家對我們 應用心美學的課程有興趣 就歡迎 嘗嘗以上這個網址 又或者可以 follow我們的社交媒體 例如Facebook IG 不敢走 很希望 在很快的將來 可以見到大家 好了 拜拜 拜拜